我拿着丈夫外遇的证据,怒气冲冲地找去他工作的诊所,他的合伙人接待了我,非但没有震惊,反而流露出一丝无奈。 半年前,你也是这样跑来找我,你不记得了吗? 乔南,说真的,我挺同情你的处境的,半年前,丈夫干这种事居然不是第一次,很可能我半年前就抓到过他的把柄,而他利用心理催眠让我丢失了这段记忆。 一,我的丈夫陈智芝是明阳四海的一级心理咨询师,专场是情感治疗。 每天都有失了恋的女人去诊所找她疗伤,当年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的。 只经过几次治疗,智芝就让我彻底忘记了那个让我伤心的人。 毫不夸张,不仅连她的样貌,甚至是姓甚名谁,我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完全被治愈了,但智芝让我定期复诊。 我开始依赖她,把生活中的所有烦恼,甚至工作上不如意的一些琐事也向她倾吐。 她很有本事,三两句话就能化解我心中的忧愁。 直到就在,我们结婚六年半了,我还是习惯隔三差五像病人一样, 坐在她把客房改装成的诊疗室里,诉说最近遇到的麻烦事,以及内心的一些感受。 智芝,最近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晃眼已经人尽中年了,我真不敢相信,好像有人偷走了我的时间似的。 男男,你过得顺遂,没有烦恼,自然觉得时间疏地就划过去了,不幸的人才会觉得度日如年,时光难矮。 至之,我开始长颈纹了,你看到没有? 这么深一道,真难看。 前一阵,我还能用丝巾遮一下,最近天气热了,遮都没法遮。 女人长了颈纹,一下子就看老十岁,我真害怕衰老。 自从过了三十三,我觉得自己就在快速老去。 男男,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美。 杜拉斯的情人里说,比起你年轻的美貌,我更爱你那饱受岁月摧残的容颜。 皱纹是岁月赋予你的成熟美,你比以前更有风韵了。 而且,男男,我在陪着你一起老去。 你看我眼角的皱纹,可比你的要明显多了。 我坐在软沙发上,至之面对面坐在一把圈椅里。 家中的诊疗室装潢成了和诊所一样的风格,暖黄色的壁纸,浅紫色的纱帘。 至之说,要给病人一个温馨的诊疗环境,靠墙立着一面很大的木制书柜。 里面摆放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和一排排用文件夹装订成册的病人档案。 我从来没去碰过,我知道那是客户隐私。 灯光昏黄,映出人的影子,不大的空间内似有暧昧的氛围。 至之说,病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灯光不能太亮。 我继续说,男人才是越老越有魅力。 我们老总五十多岁,小孩都快结婚了。 年初,商务部招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成天围着老总献殷勤。 上个月,他们一起出差,同行的同事回来偷偷告诉我们, 说有天早上,看见女研究生从老总的套间里走出来,光着腿,身上只套了一件白衬衫。 男男,你什么时候开始热衷八卦了? 至之,来找你做咨询的女人那么多,你会不会有一天移情别恋? 你的小脑瓜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至之从圈衣里出来,从咨询师的角色转变为我的丈夫。 她贴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抱住我,深深地吻我,从我们相识到就在。 我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吗? 心都给你了,男男。 我沉醉在她的吻中,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二,堂妹的男朋友顾航死于溺水。 他们一起去菲律宾旅行,在海岛游泳时她小腿抽筋,人急速下沉, 等救生人员把她捞上岸时已经没有呼吸了。 平辈中堂妹和我关系最要好,我陪她参加了顾航的葬礼。 他们虽然没有结婚,可是从高中开始恋爱,算一算也有六七年了,感情深厚如至亲。 堂妹小英跪在顾航的墓碑前痛哭,责怪自己,都是我不好,是我要去菲律宾玩的。 是我拉她下海,是我贪玩,只顾自己玩水,没注意到她有异样。 我陪她跪着,搂着她,扶她后背抚慰着,这是个意外,不要自责。 不怪你,不怪你,男姐,我跟小航原本商量好从菲律宾回来就结婚的,婚纱都选好了。 天一弄人,以为会和你携手一生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一切毫无征兆,猝不及防。 这灾难太大了,我竟不知如何安慰。 葬礼过去几天后,我得知小英的状态很不好。 她上班的时候心神恍惚,不能集中注意力,所以主动请辞了。 顾航的死是她心底始终无法释怀的事,像沉重的石块积压在那儿,逐渐演变成情绪的慢性病,只要想到就会崩溃,没有药。 好吃的她也吃,朋友约她玩她也去,可是食物、娱乐、世上一切的治愈戏都是要不对症,隔靴搔痒。 她无法控制疯狂的思念,无法阻止精神崩塌。 也吃,也玩,也哭。 我吃惊于自己能够感应到小英的内心世界,产生共情。 那么幸福的我,甚至连上一次哭泣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却好像对爱的伤痛能够感同身受。 大概身为女人,在感情方面都是心灵相通的吧。 我和智芝谈论了小英的事,然后把小英叫到家里来,要她接受心理治疗。 智芝每周三天在诊所上班,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接待病人。 智芝给小英建立了档案,要她每周来一次。 他们治疗的时候我都在上班,但事后我会关心小英的治疗情况。 她的状态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一点? 陪伴了六七年的挚爱突然离世,对小英的打击很大。 巨大的痛苦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冲刷。 我所能做的,只是引导她怎样看待这件事。 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以后的生活, 我会教她在心里那根弦绷紧的时候,怎么松弛自己。 但她还没有掌握好,为什么不直接用催眠疗法? 陈挚之医生最善催眠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她就是凭着这个本事在心理界声明确起的。 她不同意。 她说,如果要她遗忘,还不如让她死去。 她说与顾航相爱,是她前三分之一人生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 爱,是女人活着的最重要的意义,我懂小英。 三,小英心里的那根弦崩断了。 被发救的时候,她泡在浴缸里,双眼紧闭,手垂着,手腕上有很深的割痕。 一浴缸的水都红了。 禁欲在温水中割腕,等待血液流失,身体不会觉得很冷。 这是痛苦最少的自杀方式。 但痛苦是留给活着的人的。 在失去故行以后,小英怎么忍心再让爱她的人去承受失去她的痛苦呢? 还好发就得早,小英的生命被抢救回来,住了几天院。 我对智芝说,必须采用催眠疗法,让小英忘记故行,忘记爱也是忘记痛苦。 没有病人同意,我不可以这样做。 智芝说,我会让她在同意书上签字的。 我说,趁小英身体还没恢复,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时候,我骗她在同意书上签了字。 等她出院,我把她带回了家,让她在我这里暂住,好方便智芝为她做心理治疗。 智芝对我好,对我的家人亲戚也都好。 在治疗之余,她对小英照顾有加。 记得小英爱吃冰淇淋,她就批发了一箱哈根达斯塞满冰箱。 她亲自给她手腕上的伤口换药,包扎。 我很感激致之,她本没必要做到这样,不仅对妻子温柔体贴,连带对我身边的人也这般细致周到,这样的丈夫就惊恐怕绝肿了吧。 催眠疗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小英会笑了,并且笑得露出牙银,字意,纯真如同十七八岁的少女。 催眠是要她忘掉与故行有关的一切,先忘掉因,后忘掉果,这是有先后顺序的。 忘记相识,忘记相知,忘记相恋,一点一点的,最后忘记她的死亡,将她的整个人,全部遗忘干净。 陈智芝的催眠术,天下闻名。 一场催眠就像一台外科手术,打开脑子,取出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中患者想要扔掉的记忆。 智芝从不失手,她的催眠术比时间更加有效。 痛苦是因为回忆在纠缠,把它们delete,痛苦也就不复存在了。 智芝最美好的六七年,都会在智芝的催眠术中消弭。 这是消除痛苦的代价。 由于遗忘的岁月太多,智芝的心理年龄也会逐渐退回到认识故行之前,成就出少女的精神状态,这就像是一台大手术后的后遗症。 不过这没什么,只会让她更可爱烂漫而已。 智芝说,治疗进行得很顺利,再做两次催眠,小茵的case就可以结束了。 催眠疗法真神奇。 小茵是我看着长大的,这丫头可重感情了。 要是没有我们伟大的陈智芝医生,真不知道她要过多少年才能走出故行死亡的阴影。 我夸她。 来找我做心理治疗的女人,大多都很重感情。 智芝表情一变,脱下金丝眼镜,搂住我,怎么,我很伟大吗? 楠楠崇拜我吗?用你的身体向我表达。 四,最近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吃东西没胃口,有时候还恶心想吐。 我刚想告诉智芝,但转念一想,这不是怀孕的症状吗? 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好像已经推迟一个多月没来了。 我是不是怀上了? 以前我和智芝都忙事业,谁也没想生孩子的事情。 直到去年体检,医生提醒我如果再不怀孕,以后当高龄产妇, 生宝宝的难度和风险都会增高。 所以,从那时起,我们就着手备孕。 看多了备孕指导上大头宝宝的图片,还有身边人的亲子场面, 我确实想要孩子了。 婚姻幸福,再生个小孩,人生就完满了。 怀着期待,我请假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很快出来,我果然怀孕了,而且已经七周了, 宝宝的胎心都已经成形。 离开医院,我直接回家, 想在第一时间把怀孕的消息告诉智芝。 我看了看表,此时是智芝在家接诊的时间。 我掏钥匙轻声开门,听到诊疗室的动静, 应该是智芝正在给小音做催眠。 我怕打扰他们,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经过诊疗室,房门虚掩着, 我从缝隙中看到智芝在圈椅里正经微坐, 小音则平躺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看起来就像在睡觉。 你看到了什么? 智芝向他发问。 我看到一个健硕的, 晒得有黑的大男孩, 在海里游泳, 从自由泳变换成洋泳, 潇洒自如, 像条鱼一般灵活。 我看到他的小腿抽筋了, 他呛了好几口水, 惊慌中挣扎着双臂, 人沉了下去。 我看到穿红色T恤的救生员急跑下海, 奔游向他溺水的位置。 但是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我想叫他的名字。 小音在催眠状态下低语道, 仿佛梦逸。 他是谁?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记得了, 好像认识。 不, 我认不出来了。 你难过吗? 有一点, 我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死去, 哪怕是不熟悉的人。 他微微皱眉, 就在你不在海边了, 你回到陆地上, 回到家里, 妈妈做好了饭, 再等你回来。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 醒来吧, 小音。 智芝的言语似有魔力, 讲完, 小音就醒了过来。 他从沙发上坐起来, 神色仍略带不安。 智芝把小音之前吃了一半, 放在桌上的哈根达斯蒂给他。 小音放松下来, 结果冰淇淋认真吃起来。 他穿了一件纯白的网球裙, 弹力材质, 裹出玲珑有致的曲线。 我发旧智智的眼神按下来, 视线榴莲在小音的大腿间, 慢慢上一道胸口, 再上一道正在舔咬冰淇淋的湿润的小舌。 他从圈衣里起身, 猛然压向小音, 喘息着低声道, 宝贝, 让我尝尝你的冰淇淋。 小音吓坏了, 手中的冰淇淋踏搭掉在地板上。 我愤怒的泪水同时滴落, 推开门, 我大喊, 你疯了吗? 陈智芝。 她是我的堂妹。 陈智芝听到声音转过身来, 我上去一巴掌打掉了她的金丝眼镜, 这道貌岸然的伪装。 五, 我为小音收拾衣物, 让她住回去。 陈智芝拉住我的手, 说她还需要做最后一次催眠, 消除对顾航最终遇难的印象。 让我为她治疗完再走吧, 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啊, 难难。 别叫我的名字, 你让我觉得恶心。 我甩开她的手, 我怎么敢让她再跟你共处一事? 你在猥亵她怎么办? 你就在旁边待着, 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样还不行吗? 我就在知道自己最大恶极, 但身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医生, 我必须要完成我的治疗, 让病人康复。 你应该站在小鹰的角度为她考虑一下。 站在小鹰的角度为她考虑一下。 陈智芝, 我就是为她考虑, 才不能让她再面对你这个衣冠禽兽。 你是基本上治好了她, 可你又对她造成了新的阴影。 唐姐夫对自己上下其手, 这对她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她会忘记的, 乔南, 她会忘记的。 我恍然明白, 这恐怕才是陈智芝坚持要为小鹰做最后一次治疗的真正目的吧。 在催眠的过程中, 让她遗忘被性侵的经历。 你是个魔鬼。 我犯了错, 我需要一个机会去消除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对我们都好。 乔南, 理智点, 你就再让小鹰回去, 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局面。 你好好想想, 所有的亲戚都会知道, 我的丈夫背叛婚姻, 想要和小姨子通奸, 我会成为家族的笑话, 甚至耻辱。 不, 哪怕我之后决定和陈智芝离婚, 也不能把这桩丑闻摆在台面上供人耻笑。 我答应陈智芝让小鹰做完最后一次治疗, 我甚至配合她, 坐在一旁安抚受了惊的小鹰, 好让她松弛下来, 这样陈智芝的催眠术才能起笑。 她又拿出了专业态度, 引导小鹰进入催眠状态。 小鹰, 把手伸出来, 像这样。 陈智芝做示范, 把右手的手掌往上翻, 闭上眼睛, 把右手的手指缩起来, 像端着一桶沙子似的。 同时, 左手的手腕放轻松, 就好像手腕绑了很多的气球。 专心想象一下, 左手的气球越来越轻, 并开始往上升, 往上抬, 想象右手变得越来越重, 并开始往下沉, 往下掉。 深呼吸, 吸气, 吐气, 全身灌注去想象, 小鹰睡着了。 陈智芝通过让病人在催眠状态下, 回忆不堪的往事, 从而忘却这部分往事。 小鹰再次醒来之时, 看到我在场, 一副吃惊的样子, 旋即笑嘻嘻说, 南姐, 你怎么进来了? 陈大医生做治疗的时候, 不是不允许有第三个人在场吗? 看来他真的已经忘了。 你为什么来找我做治疗? 陈智芝站起来, 明知故问道, 为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一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想要遗忘, 对吧? 陈大医生是不是治好了我? 我姐夫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医生, 南姐, 你好幸福。 小鹰一脸崇拜地仰望着陈智芝。 六, 我让小鹰的爸妈扔掉了所有跟顾行有关的东西。 小鹰的心理创伤连根去除, 就在需要面对惨痛就时的人是我。 我该怎么办? 离婚? 还是像大多数女人对待丈夫外遇的态度一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宝宝有胎心了, 我绝不会打胎。 我这个年纪需要一个孩子。 我一直自认为和陈智芝的感情比一般的夫妇都要浓厚。 我们从不吵架, 如果产生不同的意见, 陈智芝几乎总是迁就我, 医顺我。 作为心理医生, 她自然情商极高, 会甜言蜜语。 而不只是甜言蜜语, 她在行为上也是个体贴的丈夫。 我回想这些年, 只要逢她在家接诊的日子, 她本可以多睡一会儿, 但她都会和去诊所上班时一样早起, 给我做夹蛋加奶的营养早餐, 送我去上班后再回来。 我喜欢在深夜里看恐怖电影, 她经常抱着我看, 看完我吓得睡不着, 她会耐心地给我做心理安抚, 我记得上个月和女友们聚餐, 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就玩在一起的同龄死党。 其中一位晚婚, 前年才领证。 她问我们, 结婚以后, 男人是不是就没兴趣深吻了呀? 其他女人们点点头, 纷纷表示结了婚这是正常的变化。 我却在心里说, 才不是呢, 智芝每天早晨都会吻我。 结婚六七年, 仍每天深吻的夫妇少之又少。 我为我们之间的恩爱深感自豪, 同时觉得自己更爱智芝了。 陈智芝对我是有心, 有情的。 可这一点一滴爱的证明, 就在全变成了扎在我身上的尖刺, 如果要硬生生拔出来, 我大概会伤得体无完肤, 血肉模糊吧。 我怎么都想不通, 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 为什么会突然丧失理性, 竟然能对自己妻子的堂妹下手? 她把我置于何地, 把我们多年的感情和婚姻置于何地? 陈智芝说自己是一时放魂, 一时间觉得小英很像二十出头的我。 她求我原谅她。 怎么原谅? 无论如何, 我过不了这道坎, 心魔作祟, 只要一想到当时的场面, 我都恨不得杀了陈智芝。 爱越浓, 恨越深, 我无法面对她, 要搬去客房睡。 她说, 是她做错事, 要搬也是她搬。 她收拾了铺盖睡到客房, 我们在同一套房子内实行分居。 我硬下心肠, 当陈智芝是空气, 不跟她说话, 也不给予她任何回应。 我想先各过各的, 但陈智芝很会磨人。 她做双人份的早餐, 给我放洗澡水, 不管我理不理睬, 都会在开空调的时候, 叮嘱我拿毯子盖着膝盖, 在雨天叮嘱我带伞, 一晚, 我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脑海里不断循环, 交叉播放着陈智芝对我的好, 以及她垂涎于小鹰身体的画面。 我太矛盾太痛苦了, 内心备受煎熬, 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抽烟不止。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有重量压到了床的另一侧, 是陈智芝。 她侧身, 紧贴我的后背, 手臂伸过来, 用力搂住我。 我扭动着想要挣脱, 被她压制住了。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我会心疼的。 她把头凑到我的脖梗处, 贴着我的耳朵说, 我帮你忘掉她, 好不好。 楠楠, 给我一次机会,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们会和从前一样快乐, 相爱。 我不能原谅她, 却又永远不可能摆脱她。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们早就完完全全地渗透进了彼此的人生之中, 生活点滴都会映射出对方的影子。 如今我还怀着她的孩子, 她的骨穴已经融进了我的骨穴里。 若要分离, 必经包皮抽骨之痛, 留下终生的后遗症。 我不敢, 我不敢, 除非智芝能用催眠术让我完全忘记她, 但她不可能这样做, 她要我留在她身边。 我不再挣扎, 哭得撕心裂肺。 陈智芝激烈地吻我, 她知道我放弃了抵抗, 默认接受她, 接受催眠。 七, 我的心情很难平静。 八月底, 她事先让我泡了香薰浴, 教我做了会冥想, 做足准备工作, 我们才开始催眠。 楠楠, 把手伸出来, 右手的手掌往上翻, 闭上眼睛, 我逐渐松懈, 被陈智芝的语言引导至潜意识开放的状态, 却忽然感觉到腹部有点疼, 是胎动。 我清醒过来, 但没有睁开眼睛。 我假装仍在催眠状态中, 配合她的提问做出回答。 陈智芝没有发就异常。 在这过程中, 我一直感受到宝宝在动, 可能在伸手, 踢腿吧, 碰触到子宫壁, 让我产生了一丝丝痛感, 心里却油然而生久违的喜悦。 也许, 宝宝带来的生机, 能让我不用通过催眠, 也能挺过去。 以后, 我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宝宝身上, 陈智芝带给我的痛苦, 会逐渐从我的心绪中淡出。 催眠结束。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陈智芝大医生催眠失败, 且不自知。 她以为我忘了该忘的, 我们又回到了以前。 我告诉了她怀孕的事情, 她很欣喜, 不住地亲吻我的肚子, 给我熬乌鸡汤。 我说, 智芝, 你要忍耐好久了, 孕期要克制同房。 为了宝宝平安, 就忍几个月。 她摸着我的肚子, 在我耳畔说, 虽然我每天都想疼爱你, 你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呀? 瞎说什么? 楠楠, 我做过那种事吗? 陈智芝看起来生气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表面上平静无栏, 心底里一声冷笑。 我不再相信陈智芝, 我网购了摄像头, 趁她出门, 在家中的诊疗室里 寻隐蔽位置安装好。 App直连, 我在手机上 就能看到诊疗室内的情况。 公司人多眼杂, 我会在闲时避开同事, 去楼下的咖啡厅待会儿, 看一看摄像头 实时拍摄的画面。 没出几天, 陈智芝的无耻嘴脸 又暴露在我的眼下。 一个病人客户叫杨梅, 看得出和陈智芝私交甚好, 一来就打去调侃。 她穿了一件大开口的V0短裙。 她躺下来做催眠, 陈智芝瞥了一眼她的身位, 深呼吸道, 杨小姐, 你不是来做治疗的, 你是来考验我的吧? 催眠完, 杨梅起身说, 饭点到了, 饿不饿? 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呃, 我只想吃一样东西。 什么? 吃你? 陈智芝爬上沙发, 我颤抖着关掉APP, 迅速跑进洗手间, 她在马桶边吐得天昏地暗。 八, 我要报复。 我把银迷的画面保存下来, 找到她就职的诊所去。 她是这间诊所的合伙人, 是小股东。 大股东叫赵月生, 不仅是陈智芝的半个老板, 也是她的大学同学兼多年密友。 在她的朋友圈子里, 我最熟悉的人就是赵月生。 那天陈智芝不用去诊所, 我直接去了赵月生的办公室, 把视频片段播放给她看。 没想到赵月生非但没有震惊, 反而流露出一丝无奈。 乔南, 这不是你第一次为了陈智芝的事来找我了, 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接受就是, 肯容忍老陈的风流。 上次我们一起在我别墅的露台上烤肉, 气氛不是很好吗?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些事? 你说什么? 老陈每天都在为那些为情所困的女人愈合伤口, 他们很容易爱上她。 老陈有时候经不住诱惑是难免的事, 你看看一点。 据我所知, 老陈对你还是很好的。 没想到你跟陈智芝一样, 不要脸。 一秋之河, 难怪能成为老友和搭档。 哎, 如果骂人能让你解气, 你就骂吧。 乔南, 我知道你来找我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于公于私, 我都不可能踢走老陈的。 陈智芝在催眠领域矿谷艺人, 她是给我面子, 才来我诊所坐诊。 诊所每年盈利的60%都是她创造的。 别跟我列举她的丰功伟绩, 我不想听。 我问重点, 赵月生, 我以前这样要求过你, 是吗? 半年前, 你也是这样跑来找我, 你不记得了吗? 乔南, 说真的, 我挺同情你的处境的, 老陈他太, 后面的话我都没注意听。 半年前, 陈智芝的出轨史原来远远流长, 很可能我半年前就抓到过她出轨的证据, 而她利用催眠术让我丢失了这段记忆。 原来赵月生一直都了解陈智芝的男人本性。 可能不止赵月生, 说不定还有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只以为我是隐忍大度, 假装不知道。 啊, 从前自诩幸福的女人, 原来一直是他人眼中可笑, 可怜的对象。 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 像是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 我所处的世界不是真实的, 它经过了剪辑, 只留下了美好的, 可供播出的部分。 有人会像楚门秀的导演克里斯多夫一样, 认为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 不, 不是。 这是断章取义, 是欺骗。 可悲的是我报复不了它。 我们之间力量悬殊, 我再去宣扬, 只会把自己置于更可笑, 更可怜的境地。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陈芝芝刚送走一个女客。 我观察打量她, 身上的衬衣有点皱, 我开始联想飞飞, 再一看到诊疗室里那张宽大的黄色软皮沙发, 我又恶心反胃了。 陈芝芝走过来, 俯身把她的额头贴向我的额头, 捧着我的脸, 轻声问, 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病了? 有哪里不舒服吗? 难呢? 有点想吐, 是妊娠反应吧。 我忍住想推开她的念头。 正好, 我买了点糯米。 我去给你熬糯米汤, 意气和味, 可以直偶的。 陈芝芝去了厨房。 我走进诊疗室, 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想从书柜里找到自己的档案, 看一看过去的诊疗记录。 一排排文件夹的侧底上, 贴着白色标签, 标签上写有治疗者的名字。 我搜索了两排, 这才发就了自己的名字, 乔南。 八年前见得当, 纸张都微微泛黄了。 我打开第一页, 上面有我第一次的就诊记录。 内容大意是, 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他起初骗我说自己是单身, 对我紧追不舍, 给了我一段很浪漫的时光。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爱的感觉。 后来他的妻子找到我, 上来就骂我打我。 我被推倒在地上, 尾椎鼓裂了, 但身体不觉得疼痛, 只觉得心痛得要死, 想要忘记这段感情。 纸上记载的事情, 我没有留下半点印象。 我细细读着, 像是在读别人的故事。 后面写了我, 每一次催眠后的疗效, 一个疗程之后, 我就彻底忘记了, 自己曾做过第三者。 再往后翻, 是我疗愈后, 仍定期去向陈志志 倾诉心事的一些记录, 无非是工作上摔的跟头, 糟糕的人际关系之类的小事, 都很简短。 记录到我们确认恋爱关系的时期, 就停止了。 陈志志不再把我当成病人, 而是女友。 我的诉说变成了私人性质, 无需再进行记录。 最后面是一行行日期。 第一行是六年半以前, 我们大婚的前一周, 旁边标注, 深度催眠。 一共十一行, 倒数第二行, 正是半年前。 最后一行的日期, 是今年的八月三十一日。 每一行都在右侧写明了, 深度催眠。 五雷轰顶, 文件夹从我的手中滑落。 十一次深度催眠, 我曾十一次发救过他的出轨, 我曾十一次心痛欲绝, 十一次给他机会, 忘掉他犯过的错好, 让他再一次伤害我。 出轨剧无限次上演, 被背叛的痛苦, 也将在我身上无限次循环, 陈志志是个魔鬼。 恨意弥漫, 我感觉心脏撕裂一般的疼痛, 下腹痛得更厉害, 一阵阵地净乱。 在支撑不住之前, 我抖着手将档案放归原位, 艰难地挪到保险箱旁边, 故意弄出动静。 南南, 你怎么不好好休息, 来这里干嘛? 不出所料, 我很快听到陈志志略带紧张的声音, 她站在门口望着我。 结婚正在里面, 我要离婚。 陈志志一愣, 接着脸上浮就出惊恐, 你流血了。 我顺着她的视线, 低头一看, 鲜血从我的腿间鼓鼓流出, 蔓延到了地板上。 九, 我的孩子没了, 唯一的寄托也流逝了, 我心如死灰。 失去孩子的痛苦, 淹没了其他一切的痛苦, 我觉得冷, 觉得全身疼。 智之, 抱我一会儿, 我凭本能换她。 她俯身抱紧病床上的我, 反复说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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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声音哽咽了, 歉意是真的。 过了两久, 我问她, 杨梅的事怎么解释。 我去找赵月生, 她说还有半年前, 如果你不爱我了, 就离婚吧, 一想到你有别人, 我就止不住难过。 我在她怀里生生啜泣, 伤心是真的, 眼泪是假的, 只恨我识人不清, 如今以泪洗眼。 她将我抱得更紧, 声音里像藏了十二分悔恨, 难难, 别提离婚, 我爱你是真的。 我们这些医生, 在职业光环的笼罩下, 很容易受人崇拜。 两次都是女病人引诱的我, 我只是凡夫俗子, 这样的诱惑太大了, 求你别离开我。 瞧, 这就是我爱的丈夫, 出轨得如此理直气壮, 谎话信手拈来。 我按耐住心头泛起的恶心,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对我好, 又背叛我。 让我舍不得你, 又憎恨你。 智芝, 我好累, 连恨也没有力气了。 会过去的, 难难, 会过去的。 我, 再给你做一次催眠, 连这件失去孩子的事一起忘记, 好不好?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 好, 我一口答应。 她松了口气, 面露喜色。 我又壮丝不经意地问, 智芝, 你真的是第二次给我做催眠吗? 她轻拂我的头发, 围着两次。 往后, 我会让你继续做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我企图从她眼底看到心虚, 可惜没有, 以甜言蜜语哄骗我。 于她而言, 可能习惯了。 时, 催眠失败了, 陈智芝一无所知。 我们恢复到恩爱的模样, 甚至更甚从前。 深夜, 她的手缓缓地攀上我身体, 温热的触感让我瞬间激起了一层战力。 这个男人让我隔应。 我慌忙坐起来, 扭捏不安地从床头柜里掏出一份诊断书。 致知, 这, 几天我感觉小腹痛, 医生说我需要调养, 暂时不能同房。 这个借口天衣无缝, 毕竟刚失去孩子的女人, 有些小问题很正常。 果然, 她毫不怀疑, 恋爱地吻我的嘴角。 真是难为我了, 这么美的妻子在身旁, 却能看不能吃。 我故作娇羞地轻垂了她两下。 接下来, 只等她固态萌发, 坐回那四处留情的肿码。 不出两个月, 陈志之难以管控的欲望找到了排泄口, 对方又是她的女病人, 顾盼生辉, 摇曳生姿。 治疗还没彻底结束, 她就迫不及待跟人滚到了一起。 或许是许久没长, 背着我脱欢的刺激感, 她就像干柴碰上了烈火, 欲望燃烧得格外猛烈。 我在摄像头笔端, 冷眼看着一切, 我的丈夫啊, 请你好好享用我赠你的最后一件礼物。 一场云雨结束, 女病人勾起蕾丝肩带, 对着眼足的陈志之说了四个字, 我有爱字。 我看着陈志之脸上的表情逐渐争鸣, 掐住女人的脖子, 为什么不早说? 你也没问, 谁让你这妖极色? 眼前上演一出闹剧, 看戏的我哭了笑, 笑了哭, 笑我婚姻如此, 哭我如此婚姻。 十一, 疯狂过后, 陈志之慌忙买来阻断药, 之后又跑去体检。 等待结果期间, 她陷入惶恐焦躁, 片刻不得安宁, 我洋装一无所知, 竭力当好温柔贤妻。 志之, 你怎么了? 是遇到烦心事了吗? 我能帮你什么? 她张了张嘴, 没说话, 眼底带着掩饰不住的懊悔愧疚, 将我紧拥在怀, 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她喃喃自语, 卑微祈求的样子可笑极了, 但凡她能管好自己, 何以如此? 不久后, 陈志之收到诊断单, 确诊为HIV抗体阳性。 我本以为她至少会消沉一段时间, 结果, 她立刻彻底放纵, 榴莲花丛, 一个个约从前交好的女病人。 夫妻多年, 我终究是不够懂她, 我分不清这些爱欲里, 藏了几分缠绵, 又藏了几分抱负, 就像一个坠入泥潭的人最后的疯狂, 想多拖几个垫背的。 目睹她无数次肉搏, 我已经能做到风轻云淡了, 只在她们贪荒过后, 偷偷每个告诉女病人, 陈志之有爱字。 看着她们如丧烤笔的脸, 我施以安慰, 然后诱导她们告她强奸。 很快, 我就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只等一个契机将她捶死。 这一天很快来了, 陈志之找上了我的堂妹小音, 就在她以为能染指成功时, 堂妹火速掏出手机报警了。 姐夫,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吗? 你让我恶心。 这段时间, 在我有意无意的暗示下, 堂妹慢慢溢起了被催眠的记忆, 当然也记起了陈志之上次对她的猥亵, 这次自然不能容忍。 听够墙脚, 我适时推开房门, 志之, 小音。 你们怎么了? 陈志之没说话, 揉了揉乌青的山根。 最近她消瘦得厉害, 面颊丧失了原来的饱满, 好像只剩下一层皮附着在骨头上, 一副纵欲过度, 营养不良的样子。 我又看了她两眼, 越发觉得自己眼下, 姐, 这个男人刚才想强奸我, 我报警了。 我劝你趁早离婚, 她不是好人。 很快警察将陈志之带走。 我搜集的证据, 到了起作用的时候, 陈志之被判了十年。 整个过程她一直沉默少言, 只阴沉着一张脸, 我猜她肯定是觉得自己得了绝症, 最近身体又越来越差, 命不久矣, 所以不屑辩解。 一锤定音之时, 她看着我说了句, 对不起, 不能给你幸福了。 至之, 我满含不舍叫她的名字, 面上悲悲戚戚, 心里全是暗喜。 没想到报复她这么容易, 只是给钱, 让那个欢敞女子说了句慌, 又伪造了一张诊断书, 就轻而易举, 由内而外摧毁了她。 可能, 她内心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四处乱搞的人, 迟早会翻车。 心病是最大的病, 她认定得了艾滋, 心生恶念四处纵欲想, 传染给更多的人, 一来二去掏空了身体, 变得越来越雷若。 我永远不会告诉她, 她没得爱字, 我要她在余后的日子, 陷入自我折磨。 陈志之把自己想得太聪明, 自富又自大, 把我想得太傻, 只一朵依附她的兔丝花。 可惜, 我在背叛和欺骗中长出了獠牙。